欢迎同学们回来 so the first one I English in the library right now right now表示此刻现在 所以呢我们写的是 I am studying 注意啊这个study 后面直接叫ing 不用变外了啊 好next one she enjoyed the cherry blossom festival in Tokyo 意思是她正在东京 欣赏樱花节对不对 享受樱花节应该是怎么讲啊 应该是she is enjoying she is enjoying 你说老师我这样改成 过去进行试行不行 当时正在行不行 其实可以的 其实没有问题啊 因为她没有标准的 这个时间标志词 不像刚才我们看到的 第一句话有right now 对吧 好但是人家不是要求 这个好尽量的用 现在进行试嘛 ok next one they are not here 他们不在这里 后面说 a sports event in the city center 意思是他们正在参加一个 正在参加一个体育运动会 对不对 好嘞 next one the presenter 注意啊 presenter 指的是演讲者 演讲者啊 presenter 这个词是由哪个词变化来的呢 同学们 它由present这个词变化来的 p-r-e-s-e-n-t 注意这个单词的读法 叫present 重音在第二个音节上 当它作为动词的时候 重音在第二个音节上 表示发表什么观点 好 那么同时呢 我们也见过 它作为形容词present present作为形容词 表示现在的当今的 所以它有一个搭配 叫做at present 如果啊 同学们啊 如果句子当中真的出现 at present 这个词组 那么你后面用的实态 一般都是现在时相关的实态 比如说现在进行时 或者说呢 用现在完成时都有可能啊 具体的 怎么还要根据句子当中 到底它的前后文 或者是它的语境是什么 再去判断 比如说 I have been a teacher at present 我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老师 或者说 I am teaching students at present 我此刻正在教学生 这些都是可以的啊 都没有问题 根据它的实态来变化 当然了 朋友们 如果它当作名词的时候 是什么呀 相当于礼物 那更应该读present 它的同意思是gift 请大家了解啊 这个词 我们说的不止一遍了 另外呢 同学们啊 这个词还可以再拓展一下 拓展成什么呢 拓展成presentation 这个词你就听过很多吧 我们老师经常说 哎 来来来 谁谁谁 跟我们过来做一个presentation 什么叫做presentation 其实就表示展示 或者叫做演示 或者叫做演讲 都可以啊 演示 或者是演讲 都行 都没有问题 来做一个presentation 做个PPT 给大家讲一讲 对吧 好了 我们来看presenter 就变成了什么 就变成了做演讲的那个人 它是个名词 对不对 好了 这个演讲者啊 正在给我们做一个报告 哎 或者是给我们 这个做个谈话 叫做giving a talk 好 我们这里写啊 别动词 is giving a talk about gravity gravity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重力啊 关于重力方面的一些 哎 报告啊 in the man how man how指的就是那个 大的大厅 哎 或者是叫做什么阶梯教室 都可以叫做闷好 ok next one number five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五个 we 什么a great time at the art festival 意思是我们正玩的愉快呢 叫做we are having a great time 这里的having a great time 就像那种enjoy oneself we are enjoying ourselves at the art festival ok next one number six what your brother he looks very silly 意思是啥 就是他是干什么呢 看起来特别的 这个可爱 或者傻乎乎的 都行啊 这里的silly 其实指的就是傻傻的 可爱的那种啊 妈妈经常摸着你的头 oh silly boy silly girl 啊我的傻孩子 就那个道理啊 so what is your brother doing 他在干什么呢 ok next one my friends and I 注意啊 是复述啊 our favorite film 我们正在看我们喜欢的电影 are watching 对吧 ok next one number eight where are they 他们在干什么呢 他们在停车 叫做 他们在停车嘛 叫做 are they parking the car 这里的park 作为动词啊 动词叫做停车 或者我们叫做拨车 所以你为什么会看到一些禁止停车的地方 会写一个p 然后呢 写个g 这就叫做 no parking 禁止停车 好吧 行我们画几个词组啊 刚才给大家看到的 一个是 attend a sport invent 表示参加一个运动会啊 包括这里的 give a talk 表示做演讲 做讲座 做谈话 明白 还有have a great time 玩得愉快 好 这些都不难啊 我们就快速过就好了 好 那么下面呢 是这个问的一些 这个比如说 你喜欢干什么吗 对吧 你在看吗 或者是你正在做什么事的回答 这个就比较简单 我们不再多讲了啊 ok 好 我们直接进入到下面一个环节 下面一个环节呢 就是让大家记住一些词组了 这一部分 我告诉大家 非常重要啊 非常重要 哎 画三颗五角星 好 那么来 看一下啊 a collocation is a combination of two or more words 意思是 它是几个单词的组合 这里的combination 这个词也值得学习啊 combination 表示组合 哎 组合 把什么什么组合在一起 它的动词叫 combine C-O-M-B-I-N-E 刚好把它的动词也记住一下啊 combination 是它的名词 叫组合 说 有几个单词组合在一起 两个或更多啊 that are often used together 会放在一起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词组 或者叫做短语 或者有些老师把它称为 固定搭配 都是这个意思啊 没有问题的啊 好 我们来看几个固定搭配 第一个 go to university 大家不要熟悉了啊 Next one go to a talk 这个是什么意思 talk表示 演讲 或者是讲座 或者是座谈 那么go to a talk 就是去参加这个讲座 去参加这个座谈 对吧 Next one go to class 叫做 去上学 这个大家都明白了 就像说go to school 是一样的道理 去上课 去上学 OK 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把这几个固定搭配啊 稍微的也要搭配一下啊 像看下面方框里面的词 有a celebration 乘以二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可以用两遍 它是怎么用呢 和下面的go to take和have 这三个词相搭配 for example have a celebration 对吧 这就是这样的搭配啊 Next one 还有care of university a concert an event 也可以搭配两次啊 a festival find a nice time a lecture a party part place a problem of time 等等 这些词我们都认识啊 都比较熟悉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这些词组 到底该怎么搭配啊 人家给 已经给了几个例子啊 叫做go to a festival go to a concert 这个大家都认识吧 叫做去一个节日 去参加一个节日 然后呢 去参加一场音乐会 所以呢 go to 其实它有去 以及去参加的意思 明白 那么同样的道理 后面几个单词 都有它自己自身的含义 比如说take 其实就表示操作 或者叫做拿等等 都可以啊 来我们可以记一下 它本身的含义啊 这里的take 可以表示操作 或者是呢 表示拿起都行 都有它本身的含义 for example take a photo 拍个照片 就是对这个照片进行 操作一下 对吧 那么同样 have其实是表示 有或者是拥有 等等 这是它的中文的含义 具体这个单词 在词组当中 是什么含义 我们要看它的整体 不能看单个儿了 知道吧 好嘞 行 那我们继续来搭配一下 go to 还可以搭配什么呢 来同学们给我记一下 还可以搭配 go to a celebration yes go to a celebration 是什么 是参加庆祝活动 对吧 去参加庆祝活动 还可以怎么搭配啊 同学们 还可以说 去上大学 对不对 叫做go to university 同学们在写的时候 词组就写在下方 或者是你的书的右边的空白处 但是一定要把go to加上 这样的话 你组成的是一个完整的词组 好 还有什么 还可以去参加一个什么什么赛事 叫做go to an event 这里的invent表示赛事大型的活动 还可以说go to a lecture lector指的是什么 指的就是讲座演讲 对吧 还可以说go to a party 我们写在这里 go to a lecture go to a party 去参加聚会 这个大家都明白 接下来take的一些词组 更需要大家掌握 因为这块考的会更多 来我们来罗列一下 给大家换一个颜色 OK 对于take 可以说take a photo 还可以说什么 take care of 可以吗 可以 来我们写上 take care of 这表示什么 这表示照顾 它就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look after 来同学们记一下 表示照顾某人 my mother is taking care of me when I am ill 对吧 当我生病的时候 我妈妈这个正在照顾我 好 next one is take part is take part 这个大家都见过 但是呢 一定在后面再加一个in 咱们一起加个in 叫take part in 它是什么意思 它就相当于join in join in又是什么意思来着 之前给大家讲过 表示参加 对不对 for example take part in an activity 这个都比较熟悉的 next one is take place 这个很重要 同学们记一下 叫做take place 什么叫做take place 这个在考试当中 非常的常见 考的概率也很高 来我们单独记一下 take place that means happen that means happen 表示什么 表示 而不是happy 是happen 表示发生 发生了什么事 叫做take place 那么 经常的搭配是什么呢 我们考试的时候 经常遇到这么一个句子 比如说 这个城市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个城市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但是你这时候 不能把城市 作为主语 而是说 变化发生在 这个城市中 所以呢 英文叫做 great changes 已经发生在 这个城市了 叫做have taken place in this city 就表示 这个城市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个句子 请大家记下来 尤其是这样的搭配 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是经常让我们 造句的 一个常见 考点 请同学们记下来 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那么你说老师 我这里能不能写成 great changes have happened 可以吗 也可以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但是老师 他说 有同学问 说老师 这难道不要用被动 注意发生 无论是take place 还是happen 都没有被动 注意啊 这两个词 都是无被动的 所以呢 我们不要用 它的被动语态 好不好 行 那我们继续往后写啊 还有 to take place之外呢 还可以有一个搭配 比如说 take your time 什么叫take your time 不是拿走你的时间啊 意思是 你可以自己拿走你的时间 那言外之意 指的是什么 指的就是放轻松 take your time 在口语当中非常常见 比如说很紧张 或者是很焦虑 对于说 别着急 慢慢来 叫take your time take your time 其实就是慢慢来啊 翻译成中文 慢慢的 别着急 着什么急啊 慢慢来 take your time 这种表达啊 好嘞 行 那我们继续往后 看最后一组 叫做have have怎么组成组合呢 有have a nice time 叫做 玩得愉快 对吗 还有可以说 have a celebration 这个大家都明白了啊 叫做 有一场庆祝活动 有一场庆典 还有 have an event 就是 有一个比赛 或者是 举办一个比赛 we will have an event in our dining hall 那我们的餐厅 举办一次 大型的活动 都是可以的啊 还有 have fun 那这个在口语当中 也经常见 什么叫have fun 意思是 祝你玩得愉快 比如说 I will go traveling in to Tibet 我要去这个西藏旅行了 oh have fun 这你玩得愉快 是不是 还有 have a lecture 这是什么 这是我要去参加 一场 一场这个 讲座 叫做 we will have a lecture 或者说呢 你也可以说 I will have a lecture in the dining hall 我在餐厅 要参加一个 讲座 怎么老说餐厅啊 in the hall就可以了 in the main hall 如果说你给一个讲座 你给出来这个讲座 你去做 你也可以说 I will give a lecture 明白 give a lecture 好 这个大家都明白啊 好 还有have a party 我们有一个party 有一个派对 以及have a problem 有一个问题 这都是几个 比较常见的搭配啊 它难度不大 但是需要大家记住 几个比较核心的 好不好 我们在笔记本上写一下啊 好嘞 这部分我们搞定了 接下来呢 咱们来看看 下面的几个空 到底该怎么填 其实有时候 这些固定搭配 你不用 fade it 就fade it 就是死基硬背啊 有时候我们在情境当中 你看着怎么顺 然后咱们就可以 把它顺下来 而且很多时候 搭配不止一个 比如说 这里刚才我们遇到了 比如说 have a have a party 你也可以说 take a part in a party 对不对 包括 go to a party 其实都可以的 好 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啊 Excuse me Can you 什么 a photo of my sister and me 这个就简单了吧 我们这样说 take a photo 对不对 来我们写take啊 take a photo of somebody ok next one number two what time will you leave your house to 什么celebration 意思是 你什么时候离开 去参加 那个庆祝活动 去参加那个庆典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写的是 to go to the celebration 它有一个指向性的动作 对吧 有一个趋势 go to the celebration next one I'm going on holiday next week will you 你能帮我 照顾我的职务吗 take care of my plants 好吧 接下来几个句子 请大家点一下暂停 自个儿写 第九部分和第十部分 都自己写下来 好吧 然后我们在一块儿 说答案啊 好的 我默认大家已经写完了啊 来 第四个 number four have a nice time on your holiday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你玩得愉快呗 那这个祝福语啊 叫做have a nice time on your holiday next one I'm sorry that I can't go to the party tonight but I hope you have fun 我希望你能玩得愉快 好吧 这个都能写出来啊 好 继续我们往下看下面一个啊 what do you think makes a good festival 这句话什么意思 意思是你认为什么可以做成一个比较好的节日 或者是什么形成了一个好节日 什么为这个好节日 提供了重要的功能 好吧 行 那么这个是 what do you think makes a good festival should everyone go to every 什么 or is it ok to miss some of them 意思是什么 他想说的是 就是是不是每个人 都要去每一个活动 啊 或者说 只是错过一些 其实也没事 对吧 那么整个的活动 我们可以叫什么 go to every activity 也好 或者直接写 go to every event 就行啊 这里的invent 可以表示事件 也可以表示活动 对吧 next one do you take take to enjoy a festival will you go or do you hurry to see things 这句话不好听啊 这句话特别像我们 这个平常考试当中 直接让大家填空的题啊 确实不好思考 你想想 他想说什么 他说 你能够 你会怎么着 然后去享受一个festival 当你go or do your hurry to see things 意思是 当你着着急急的 这不是hurry吗 对吧 着着急急的去做 或者去看一些东西的时候 你能不能慢下来 去享受一个节日呢 对吧 你看 是不是 那么慢下来 享受节日 用的是什么 叫做 do you take your time 是不是啊 这不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take your time吗 是这个道理啊 所以你要去理解这句话 必要的时候需要翻译一下 必要的时候真的需要翻译一下啊 当你说老师我跟着语感 那太好了 那就恭喜你啊 你有语感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走 in your country do people often go to or listen to music 意思是 这个去哪里听 对吧 go to什么 to listen to music 你说去哪里听音乐啊 对了 去演唱会呗 去演唱会听音乐啊 sus go to concerts c-o-n-c-e-r-t 最好加个s啊 因为它指的是 不止一场音乐会 go to concerts to listen to music 音乐会主要是太贵了 对吧 一张票一千多块钱 对吧 一千多块钱 还不能抢到前排 就得在人山人海当中 后面听 确实那个比较贵啊 不过我参加过一次 确实非常震撼 而且 when the singer was saying on the stage we all sang together 就是当歌手在那 唱歌的时候 我们所有人都一块唱 那种感觉还是挺好的 好吧 不过太贵了 so expensive next one if it's a special day do you have a 如果这是一个特殊的一天 你会有什么吗 意思是 你会举办一个party吗 对吧 或者你会举办一个 庆祝活动吗 celebration 所以这两个词都可以的 都正确 both are right OK 怎么样 你都能填对吧 有些空确实不好填 需要 understand and think about it 对吧 好嘞 同学们 这一部分我们就结束了 接下来 我们进入到 listening to的环节 好 在listening to之前呢 我们首先还是要看一些单词 所以同学们啊 先点个暂停 自己大概读一读这几个句子 然后猜一猜 这些单词在剧中 到底什么含义 很多都是大家熟悉的 most of them you are very familiar with OK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看一看这几个单词啊 so the first one we are having a special meal to celebrate my graduation 好了 那这个celebrate太简单了 我们不再多讲啊 只是后面的这个graduation 需要同学们滑下来 这是什么意思啊 同学们 graduation是名词的毕业 意思是 我们吃了一顿特殊的晚饭啊 或者吃了一顿特殊的饭 来庆祝我的毕业 那么毕业在这里作为名词 那咱们想想动词是什么呀 动词你一猜就能猜出来 叫做graduate graduate是动词 for example 20 years ago I graduated from my university 意思是20年前 我从我的大学毕业了 就是I graduated 明白 那么大学毕业之后 研究生 我们把它叫做postgraduates yes postgraduates 就表示研究生啊 这变成了名词 变成了学生啊 那如果说普通的大学毕业生呢 其实就叫做graduate 所以你会发现graduate 既可以当作动词毕业 又可以当作毕业生啊 我们像说 We are graduates 我们都是毕业生 在后面加个s啊 好吧 行 这是这个词啊 好 在这里呢 我们稍微拓展一下啊 拓展一下 上了大学之后 朋友们啊 你看在咱们国内 咱们的大学氛围 本科 还有研究生 研究生其实就是 这个硕士研究生啊 然后再往上走 博士研究生 那么你们每 每个阶段毕业之后 到底拿到的是什么学位呢 我们可以来说说啊 就是你大学毕业之后 其实你拿到的是两个证书 两个证书啊 一个叫毕业证书 证明你毕业了 第二个呢 是学位证书 你拥有这个学位 有时候 有些同学只能拿到毕业证 为啥呢 因为他可能比如说某些课 没过关 比如说英语没过关 没考过六级 那你就拿不到这个学位证 好吧 好 那么对于本科生 你拿到的学位叫做 Bachelor's Degree 当你读完两到三年的研究生 你拿到的是硕士学位 叫Master's Degree 当你读完博士 你拿到的是 叫Doctor's Degree 所以Dr. Wong 其实不是王医生啊 有时候也指王博士 对吧 那么在国外呢 你比如去美国你会拿到的叫做PhD 就是哲学博士 拿到的PhD啊 所以咱们要了解一下这些学位 好不好 Bachelor's Degree 是学士学位 本科毕业 学士学位 Master's Degree 是上了研究生 拿到的 这个研究生 硕士学位 Dr. Degree 是博士学位 你像我 我就 I got my Master's Degree 我拿到的是硕士学位 那么希望同学们 未来都能拿到 Dr. Degree 好吧 行了 The actor is wearing a costume in the film 这什么意思 意思是 这个演员正在wearing 你看他是穿着 穿着什么东西呢 朋友们 你说老师肯定是穿着衣服 但是他是一个演员 所以他穿的不仅仅是普通的衣服 而是戏服 对不对 所以呢 大家先写一下这个音标啊 叫做Costume Costume 大家都知道 叫做表演穿的衣服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戏服 对吧 服化道嘛 服装 道具 化妆 服装化妆 道具啊 服化道 细服 Costume OK Next one Number three A traditional US Thanksgiving dish is candied sweet potatoes is made with sweet potatoes brown sugar and butter 这是什么 这是在讲一个传统的美国节日 叫做Thanksgiving day 大家知道是什么节吗 对了 叫感恩节啊 一个传统的美国的感恩节的 感恩节的一顿饭 感恩节的餐是什么呢 is candied sweet potatoes 这里出现一个词 大家猜一下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啊 candied 你看到candied 你想到了哪个词 你是不是想到了candy 对吗 那么candy是名字的糖 你告诉我在这里 candy的是什么词啊 对了 是形容词 就表示甜的 sweet potatoes sweet potatoes 像甜土豆 其实不是 它是我们国内的这个红薯 白薯 番薯 就地瓜 对了 就是甘薯 类似于这样的 好 as made of sweet potatoes 用这个 这个甜薯 甘薯啊 做成的 brown sugar brown sugar指的是 红糖 红糖 and butter 还有黄油 看来就是 就甜不咒咒的一堆 拿红薯做的啊 好嘞 行 这个我们了解了 next one number four the baker decorated the cake with colorful flowers made of sugar 这什么意思 说这个 哎 baker指的是什么 就烘焙蛋糕面包的 这个面包师 蛋糕师 decorated the cake 他把这个 cake 用什么 用一些花呀 这个甜糖做的花 把它给 yes 装饰起来了啊 所以这里的 decorated 其实是表示 动词的装饰 decorated 表示动词的装饰 那么同学们 再记一下 这是动词啊 再记一下 它的名词 朋友们 可能同学都见过 叫做什么 叫做decoration d-e-c-o-r-a-t-i-o-n 名词装饰 比如说 I have a lot of decorations I'm here 意思是我的头上 有很多的装饰品 那今天没带啊 你比如说 我这个项链 necklace 也是一个 decoration 对吧 装饰品 好嘞 行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啊 next one number five I love colorful fireworks 都认识的 but the loud sounds scare my children 但这种声音 scare my children 这里出现一个动词 叫做scare 这个词是啥呀 同学们 对了 他吓坏了我的孩子 吓唬 吓坏 叫做scare you scare me 你好吓吓人啊 你吓到我了 好 动词啊 next one number six in the US many people give small gifts to their children on their graduation day like money or books 意思是 很多人啊 会给到一些小礼物 给他们的孩子 on their graduation day 毕业的那一天啊 对吧 你看 如果你哪天 研究生或者大学毕业了 戴上你的学师帽 或者是博士帽 用你的父母 来参加你的毕业典礼 那种感觉还是非常的好的 对吧 如果你取得了博士 你的导师 或者是你的校长 还会把你的博士帽上的一个碎 就帽碎啊 这个从一边拨到另一边 这叫拨碎 意思是 恭喜你 你已经拿到学位了 那种仪式感还是很好的啊 希望同学们都能够体验到这一天 好的 行 我们来看 gifs大家都知道了 叫做礼物 对吗 但是它也有形容词啊 同学们 大家来猜猜 形容词是什么 GIFT 然后加上 然后一地 形容词 比如说老师 他是表示礼物的 啥叫礼物的 不是 他表示有天赋的 He is a gifted boy 意思是 他是一个有天赋的孩子 说老师 这怎么就不一样了呢 怎么变成有天赋的 因为很多时候 你的天赋是 上天送给你的礼物 对吧 我们经常说 谁谁谁 很有能力 很有天赋 老天爷赏饭吃 这是上天给你的礼物 所以有天赋的 叫做gifted 明白吗 你看 是不是很有意思 好 除了gifted 表示天赋之外 还有哪几个词 表示聪明的 有天赋的呢 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表示聪明的 有天赋的 我们先写一个叫gifted 你还能想到什么 你肯定想到了 clever 对吧 这个叫做聪明的 可以 还有吗 还有smart 对不对 这个表示聪明的 还有叫做talented 叫做有天赋的 talented 也表示有能力的 甚至呢 你可以把skillful也写在这里 表示充满技能的 但这不一定是天赋啊 它表示有技能的 还有一个词表示聪明的 叫做intelligent intelligent的这几个词 也可以表示聪明的 比如说人工智能 AI是什么 叫做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就是人工的智能 所以intelligent的 有时候也表示 有智慧的 智能的 包括还有一个词啊 同学们还可以记一下 叫做wise wise表示智慧的 智慧的 叫wise 这几个词 我们可以放在一起啊 你这几个词 你要好好记下来 为啥 因为当你想形容自己的时候 这词都能用 你说am a gifted boy am an intelligent girl 你都可以说 反正都是表扬自个儿啊 所以这几个词呢 都是比较正面的 表示智慧的 聪明的 这些词在我们 平常的写作当中 都可以来用啊 不用特别区分 他们的区别 反正你知道 什么intelligent 这个就表示 充满智慧的嘛 智能的主要是 而前面的gifted 是表示有天赋的 中间几个 都可以表示聪明的 好嘞 行我们就做这个总结啊 那么继续 我们往下看 number seven Every year there is a big parade on thanksgiving people march down the street with giant balloons and play music 同学们能够想象吗 什么叫做parade 大家看下图啊 这个就是parade 大家看吗 picture b 这个图啊 同学们 这个就是parade 什么叫做parade 朋友们 大家能看出来吗 就是成方队的 这种游行 一起 像我们中国 舞龙的 耍师的 对吧 就是这些啊 叫做parade 注意它的重心 在第二个音节上 parade ok 好了 这几个句子 都需要大家 非常熟练的读下来 非常重要 熟练读下来 那么接下来呢 怎么集合这些词 看看这些词的英文解释是什么啊 我们一起来写一写 同学们先点个赞停 自个儿先舔一点 然后再听老师讲 好吧 好的 同学们 我默认大家都已经 自个儿写完了啊 so the first one one type of food prepared as part of a bigger meal 这个词就太简单了 that is dish 对不对 叫做一道菜 ok next one number b small objects which explode to make a loud noise and bright colors and are often used for special events 你看它的修饰 多么精妙 small objects 小物件 小物品 which explode 爆炸 to make a loud noise 很大声 对吧 and bright colors 那个闪亮的颜色 and are often used for special events 用在特殊的节日当中 哎呦我的天哪 你别看这个单词很简单 但我觉得这个解释 简直太绝了 所以我们把它写上啊 叫做fireworks fireworks 所以回头啊 这些音音解释 也需要大家 能够非常熟练的读下来 明白 这样的话 对你整个的词汇量的提升 会非常有帮助 next one number c a line of people or vehicles that moves through the streets to celebrate a special day or in that 它是a line of people 对吧 一排人 一群人 所以它是游行 叫做parade p-a-r-a-d-e parade ok next one number d to do something fun because it's a special day or because something good has happened 你要去做一些 很有趣的事情 为啥呢 因为这天很特殊 yeah that means 庆祝啊 celebrate celebrate不就是 庆祝什么事 做一些很开心的事吗 对吧 next one number e something special that you give to someone else 一些特别的东西 你给别人的 这是什么呀 yes special get yes gift here me write here gift and the number five number f clothes that people wear to make them look like someone or something else 是一些衣服 人们穿着 可以让他们看起来 像别人 这不就是戏服吗 叫costume c-o-s-t-u-m-e 给大家来看看costume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啊 来看看吧 这几个小姑娘 穿着各种 像小怪兽的 还有什么 圣诞老人的 小蜜蜂的等等 yes this is costume they are wearing costumes ok 好 the last one 最后一个 to make something look pretty or putting things on it 是什么意思 让很多东西看起来 很好看 很好看 很可爱 你要放些东西 在上面 这叫什么 这叫做decorate yes d-e-c-o-r-a-t-e 注意 这里是个动词 朋友们啊 这里是动词 所以叫做decorate 如果你写成 decorated 那么 你写的就是一个 形容词 表示 被装饰过的 明白 好的 这一点 同学们注意一下 好 那这一部分 我们了解了 下面的三幅图 你用什么词 可以修饰它们呢 那这个就太简单了 我们就快速地写一下 so the first one you know it's a celebration people set fireworks to celebrate the special day yes fireworks and celebrate next one yes parade p-a-r-a-d-e and they are also celebrating the special day next one this is a big dish for thanksgiving 为啥 因为有一个 又是烤鸡烤鹅 是吧 对吧 一个好吃的 对了 这是dish 或者是呢 我们把它叫做 你看还有很多的装饰品 我们把它叫做decorate 对吧 用decorate这个词 可以来表达 好的 行了 这几幅图 我们就看完了啊 朋友们 今天的内容 我们就先到这里 同学们需要做的就是 把所有的 我们这些讲过的句子 全部熟练的读下来 自己读 然后把单词背下来 明白 以及我们刚才讲过的 所有的这些词组 所以今天的任务非常的多啊 非常的多 所以同学们啊 先把我们今天总结的 所有的这些词组和单词 重新再抽一遍 然后把它背下来 好吧 必要的时候 你要把句子也记下来啊 上面的几个句子呢 我们读熟就可以了 好不好 所以今天的两个非常重要的作业啊 第一就是把所有的句子 全部读熟 来 我给大家写一下 一个是读熟句子 第二就是单词和词组 都要抽一遍 来加深印象 明白 今天的这个词汇 相关的内容特别的多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内容 就先到这里 下节课 我们继续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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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